五份给他 那其他你就不要问了 你就不要过问了 因为公司交给你们 你们谁都不会 都没有那个你总经理厉害 这是他跟他的因缘 因为他现在已经昏迷了 他不会管这种事情 但是因为这件事很伤害他 在我的看法里面 他应该要断气了 因为赶快去极乐世界 但是因为家里两边一直在拉锯站 那他就放不下 他就很痛苦 所以我只能跟他家里说 你们不要再讲 因为讲这件事情 干扰他 他现在应该放下要往生了 因为已经头破开了 你就插管子了 只是插一枚断气而已 那你要让他痛苦多久 搞不好等你们财产还没有封完 他躺在那边做植物人十年 那等于关在活地狱里面 所以各位我今天 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不错我看到现在都没睡觉 还厉害 所以 活力加持 但是这些你要去思维 就是说 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哪一个点是你卡住了 你儿子不听你的话 你的某一个兄弟跟你怎么样 这个都是你过去对他的 你只能忏悔 然后故意去对他好 你不要说他跟我要钱 我故意不给他 是你欠他的 如果你没欠他 他不会来找你 所以最近有一个妹妹 就是说她 她的妹妹 侵犯了他们公司四百万人民币 叫钱 她说做 做先生的人 也不计较算了 但是做少少的 少少就是 先生的太太是她的姐姐 妹妹倒了先生公司很多钱 然后先生不太计较 但是呢 姐姐很计较 对不对 希望把这个钱拿回来 那 为什么呢 原因 我就帮她去查吧 姐妹上辈子都嫁给这个男人 所以这辈子 她虽然娶了姐姐 但是她还是跟妹妹在一起 姐姐不知道 姐姐如果知道 老公的小三世 她妹妹也会气死 所以 她上辈子 财产没有分完 所以这辈子 她可以拿回这个钱 那老公 这老板也不敢要啊 哪里敢要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两个是有秘密的 也不能跟她老婆说 那他们就 那我 再来我怎么回答呢 对不对 我只跟人家说 我不能讲这个真实的关系 这个女孩子 你老公 上辈子欠她更多钱 如果你能够不要跟她计较 这样就好了 你要放下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金钱债 等等等等 那我想 我现在讲出这个 我只能告诉你 你不用问了 反正你就心甘愿欠你的 不还你的 都是你欠他的 那天有一个大老板 还问一个问题 哇 他有一个朋友 给他建了一千多万美金啊 又不是没钱 很有钱 但是就是不愿意还他 那这个老板呢 忧郁了两年 一千多万美金 不是小钱 忧郁了两年 生意也做不下去 那怎么办 而且对方 他忧郁是什么 你又不是没钱还我 对不对 你明明有钱 但是我也不还我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上辈子 他骗他很多钱 这样 所以 他心里就不高兴 就我有钱我也不还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业力 所以就跟这个老板说 你就放下吧 不然你会中风 你再忧郁下去 就忧郁 中风 就什么钱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就放下 那有时候不得不谈 前世的问题 让对方 由心里放下 放下以后 最近多运动 多修行 你将来还可以赚更多的钱 还债 我们修行 随缘消就业 对对对 今天你在修行的过程 冤签在主 一直来跟你讨债 金钱债 肉体债 生病 感情债 你要很高兴 随缘 不要计较 忏悔回想给他 再来 莫再造新疆 如果你计较 我要把它要回来 你又造更多的业 那你就没完没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既然学佛了 在消极上 接受因缘 忏悔业障 随缘消就业 还债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我们 像我在外面跑来跑去 我师父说 我们是要来还债 对不对 债还完了 而且累积广大的资粮功德 你要净除业障还债 累积广大的功德 不然你怎么成佛 你千万不要去批评 别人对你好对你不好 这些对你不好的都是来讨债的 欢心 对你好的是来报恩的 我们感恩 但是不能执着 但是一心念佛 不离开菩提心 这个比较重要 好 快不快乐 法喜充满 忘了人家欠你钱 你也忘了你欠人家钱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假象 但是永远记住 不要让烦恼忧虑进入你的心 它进到你身体 随缘 它是骂你 随缘 但是你骂不了我的清净心 记住 骂不了我们的佛性 真正的生命 所以你这个真正的圆满的生命 佛性 再念一次 阿弥陀佛在我心 他骂不了你的阿弥陀佛 他骂不了你的佛性 但是如果你的心跑掉了 你开始被他骂了 你开始被他爱了 你又开始又下地狱了 又做恶鬼道了 贪心就是鬼 称恨就是地狱 邪知邪见 不信因果就是畜生 那你就一直在这个贪嗔痴里面受苦 傲慢就是天道 嫉妒称恨 又在阿修罗道要打仗了 所以还要让自己随时记得转换你自己 那当然各位 你要常常练习 如果你不常常练习 因为你已经习惯烦恼 习惯生病 就像有些女孩子 她跑到佛前才说 我是女人 我很漂亮 你没看到 她一直很习惯说 我是女人 我是有钱人 我是生病的人 她被她自己的外表 财富 我是个博士 你又被你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假的条件控制住 所以各位你要全然放下 如果你一放下 你会发觉 身体不痛 心情很平静 因为你跟佛的心连在一起 特别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那这些功德 可以让众生得到更大的福报 然后呢 他们更愿意念佛 所以来 跟我念一下 我们希望来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啊 刚刚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心众 感恩观音菩萨的加持 希望所有众生 观音菩萨从哪里来的 极乐世界来的 观音菩萨来这个世间 用慈悲心 就是要引导我们 进入一个 没有痛苦的 涅槃极净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等死了 如果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在我心 此地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 极乐世界 你要练习这样 练一下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接引众生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等一下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要观想华人 马来人 我来到医保发觉 印度人也很多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特别今天外面做的 烟供妖供 甘露失食 所有恶鬼道 所有地狱道 所有天道 所有六道众生 通通通 进入极乐世界 好不好 为什么 众生 皆有佛性 众生的心 皆有阿弥陀佛的心 在里面 请问 你的身上 有没有爸爸妈妈的爱 在里面 永远的 爸爸妈妈 像我妈妈 我妈妈在 六十几天以前 往生 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妈妈 往生那一天 我就心情变得很好 我就觉得 因为我妈妈 不可能不爱我 不加持我 我妈妈这一辈子 都不信佛法 不信佛法 所以受苦受难 她一辈子都觉得 自己受苦受难 生病 执着 受苦 她去极乐世界以后 她才知道 我儿子没骗我 这么快乐 因为我妈妈 不信极乐世界 但是我这辈子 只能劝她 就说 当她放下 世间的执着 她对 爱情的执着 对儿女的执着 能够放下 所以 然后呢 到最后一刻 她终于 不想再吃药了 不想再医了 她想要走了 这个时候 我知道她放下了 因为我不断地 做功德 就是希望她放下 冤心在主 不要来干扰她 她放下以后 我赶快给她讲阿弥陀经 告诉她极乐世界的 庄严 她愿意跟我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还教我妈妈 念阿弥陀佛干嘛 念阿弥陀佛不是光念给自己 所有一起医院里面的老人 都好起来 所有的生病的人都去极乐世界 超度懒 用慈悲心念佛 我妈妈说好 她就跟我念佛念佛 从那一天开始 她都没有再挣扎过 就安详了 四五天以后就往生了 整个身体香香的 连我家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而且像很好 那往生净土以后 哇 她非常高兴啊 她也开始要学习 她讲了一句话很好 我有请大座的菩萨 她说啊 我一辈子执着受苦了 我到了极乐世界才知道 哇 阿弥陀佛天天在跟我们说 而且呢 要我们去帮助众生 所以她现在这种清静 学慈悲啊 她觉得她浪费了一辈子 但是我呢 当然 在我讲也没有浪费 没有这个痛苦 你怎么会想到极乐世界好 如果你这辈子什么都很快乐 你可能就升天而已啊 所以各位 痛苦好不好啊 痛苦可以让我们觉悟耶 因为不要痛苦 痛苦的因是什么 执着 怎么样痛苦 不要痛苦 放下 好不好 放下 不要再计较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压力太大 保证你腰会痛啊 所以不要去执着啊 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执着 我们要念下来 愿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这个目的 成佛 成佛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天天可以参访 十方诸佛 能够接近佛陀 必定成佛 那你到了极乐世界 佛教你空性大悲 那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 做人 做狗 做男人 做马来人 做印度人都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是 透过轮回 度众生念佛 劝进行者 劝大家都发 成佛的菩提心 往生净土 成佛 成佛以后 你做什么角色都没关系 你可以化成美国人 化成政治人物 化成影歌星 因为看到你 听到你 这个都是假的 利用这个假的 都看到他自己 自己的佛性 都让他懂得念佛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一个菩萨都会现成不一样的形象 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来劝我们念佛 念佛的意思 就是放下世间的执着 利用这个世间 利用这个世间来修行 来祭福报 来修业障 然后呢 趁愿往生 佛的净土 而且将来 弥勒菩萨成佛 要不要来啊 一定会来 只要有佛成佛 我们就要来接近他 一直到最后 我们成佛 所以 来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记住南无这两个字 南无是你要做的 一心归命 把你的心 把你的生命 完全相信归于 阿弥陀佛 后面 有阿弥陀佛负责 阿弥陀佛呢 就是以他的四十八大 愿力功德 让我们当下 心就在极乐世界 让轮回堕落者 让他心到极乐世界 超度他